唐义安放生大圆传书 清朝咸丰年间 台湾发生了兵乱 当时朝廷特别派了唐义安 率领水师战船前往兵乱 而其地折率兵下门 与乱兵破绽 当台湾兵乱逐渐平息 唐义安心里挂念其地 哎 老爷 兵乱已经平息 何故在此长叹呢 就是不知弟弟那边战况如何 是否平安啊 您已去书信几封 难道都没有消息吗 是啊 这阵子兵荒马乱的 讯息都无法传递呢 老爷请宽心 小叔一定会吉人天象的 是啊 希望如此 来哟 来哟来哟 百年难得一见的千年老鳖王 昨天被我补到喽 来哟来哟 真罕见啊 哇 这么大一只啊 各位父老兄弟姐妹 我这只老鳖王 小孩子吃了包准烤一百分 妈妈小姐吃了 保证曲线玲珑 真 真的这么有效啊 那当然 这可是千年老鳖王呢 含有丰富的钙和胶质 吃了以后会变年轻哦 变 变年轻 哇 那不就又回到人家青春美少女 十八岁的时候了 嗯 阿婆 可能没你想象的那么夸张了 哦 是啊 我想也不太可能了 哈哈 那这只怎么卖啊 只要两百两银子就卖了 两 两百两银子 哇靠 干脆去抢好了 是啊是啊 要不是真的能变年轻 诶 啊 怎么走光了 喂 那一百两 哇哇 五十两银子就好了 唉 嗯 哇 怎么有这么大的鳖啊 这恐怕有一千岁了吧 哇 夫人 您真内行 这可能是全世界最老的鳖了 只要五十两银子就好 哇 这 这么贵 啊 好厉害的眼神哀求攻击术 算了 老公近来心情不好 就买来给老公当宠物好了 好吧 钱拿去 哇 谢谢夫人 谢谢 老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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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您看我买了这只老鱼 给您当宠物哦 你看 它看起来很可爱吧 嗯 这也能当宠物啊 当然可以啊 您看 老鱼来 握手 再来一个 桌子 您看 很棒对不对 呃 是 是很棒 夫人 你刚才不是去买菜吗 晚饭做好了没 哎呀 我都忘了 可是我把钱拿去买了这只老鱼都用光了 啊 那是我这个月的薪水耶 赶快拿去退给人家 啊 哇 他怎么用这种眼神看我 我就是受不了才买的 哎 算了 就当做件好事吧 老鱼呀 老鱼 你是有灵性的动物 我现在把你放生 只希望你能游到海的那一边 为我带来弟弟平安的消息 你去吧 拜托你了 再见 要小心别再被捉到咯 拜托你咯 老爷 老爷 小叔有信来了 啊 真的 快拿来我看看 咦 发信日期 就是将老鱼放生的那天呢 大哥 大嫂 我在这里冰乱已经平息 马上就要回京 顺带一提 经梦见一老鱼说 大哥对我十分思念 啊 真是老鱼在报放生之恩呢 是啊是啊 哈哈 老鱼还真是有灵性 比起古人的艳博传书 更神奇呢 放生就是积最大的福 放生就是行最大的善 积福行善 所有功德莫过放生 都可以没有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